23. 經濟日報 軍民融合報入快車道 2015年7月26日綜合03本部記者道風實習生鬥紅飛 7月21日,海洋石油980日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 我國首首 船、科學號海洋調查船等一批海事界黑黑有名的 高端大型海洋裝備在國防科技工業均民融合發展成果展上色數量上 成為均民融合的代表性成果,引起參觀者廣泛關注 船舶工業大有先天的均民融合基因 是我國國防科技工業中市場開放程度最高 均民轉換效率最優、均民結合最深的行業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科技部副主任汪彥國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介紹說 在船舶工業、軍工產品的材料、技術甚至體系正在廣泛應用於民用船隻的建造過程中 在展台上,記者看到了科學號海洋科口船、大型豪華黑滾船等船隻模型 中船集團新聞發言人陳其介紹說 科學號海洋科口船利用了軍工領域重要的海洋測量裝備 綜合集成和電池兼用技術 豪華黑滾船則充分利用軍工領域船體建造、精度控制等技術 多愧軍工艦船直升機保障技術 海洋救助船才可以在船上設置直升機起降平台和機庫 實現海空立體快速救助 你看,這些展品都有軍用技術的痕跡 陳其說 軍技民用不但大幅提升船舶建造水平 而且對相關行業產生巨大帶動作用 陳其舉例說 豪華黑滾船在滿足人門海上旅遊需求的同時 還大動了相關材料工業、裝潢工藝等的發展 科學號海洋科口船項目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類計以達15.6億元 目前,中船集團的文品產值已經佔到總產值的80%左右 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潛式轉井平台項目年銷售收入在過去的5年均超過20億元 軍民融合正走進普通人的生活 中船集團展區內的一套疲勞監測預警系統 將於今年年底上市二代產品 這個原本用於軍事艦艇的產品將為私家車、船舶服務 一旦遇到司機疲勞駕駛,就會通過握取面部表情發出警部提醒 避免出現安全事故 中船集團展區的一台彩色多普立超聲診端 而也已應用於各大醫院 軍民融合絕不是單向的、在軍轉民的同時 民也在積極參軍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行公司系統裝備部周宇剛說 軍工企業了解部隊的發展 民營企業因為傳統的體制約束 難以參與到部隊的裝備建設和信息化建設 讓其作為一個溝通橋樑 有責任讓民營企業發揮資源、人才等優勢 參與到裝備建設過程中 在周宇剛看來 軍民融合讓意者發揮各自的優勢 民營企業獲得了市場 軍企也獲得了技術 這將會產生雙贏的結果 專家認為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軍民融合發展 既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市的制度優勢 又可以利用市場靈活配置資源 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軍民融合迅速發展 通過商戶折鑑 實現優勢互補 降低成本 提高資源的利用率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作用 中旋集團黨組成員 副總經理吳勇傑說 一些基礎產業在軍民融合的大潮中得到迅速發展 中國電子憑借集團公司服務於軍用和民用兩個市場的有利條件 發起成立了自主可控原硬建聯合公關基地 吸引 聯合了國內數十家國營與民營原硬建企業 系統集成商 形成了自主可控產業聯盟 構建了國內最原備的計算機自主發展產業體系 初步形成了自主可控信息安全的產業生態環境 使國產關鍵原硬建的公關式配成果不僅有效支撐和服務於多項軍隊重大信息化建設任務 也在國家重要信息系統建設中得到推廣應用